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早 希望你们还有一点精神 因为昨晚很多人通宵,庆祝美丽嘎 只是可惜我们这边没有泡好棒 好了,今早我们要开始久等待的恩赐 天主要示给我们 今天是要谈到领圣神喜 就是这个新生命的体验 再上去几个课程,我再把它综合一下 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要了解 开始的时候,我们谈到天主的爱 我们也谈到几个救恩,天主怎么样 要来救赎我们 天主的爱又怎么样 愿意把祂生命,通胜的生命给我们 第四个讲题,我们也提到 在我们要跟天主方面要合作 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阻碍要去掉 当我们去掉了这个阻碍 我们要得到天主的这个质疑 所以做完,你们也经过了,你们也体验了 这个质疑的过程,很痛苦的 那么天主质疑了以后 就是把我们拿到天主面前的那颗心 就如同一个光子,一个桶,一个碑 看你有多慷慨,天主 要领起这个恩惠 所以,当这个心质疑了以后 今天我们才能够谈到领圣神喜 那么领圣神喜是什么东西 不是一个喜礼 要记住,不要误会 很多时候,尤其我们摇篮教友 都说,我们已经领喜了 为什么又加多一个领圣神喜 出了什么的一个道理 其实,指这个名称就是说 在圣神内寻求,或是圣神内的新生命 这个领圣神喜的意思就是 把天主在我们领喜时候 给我们的圣神的一切的恩惠 能够释放出来 使这些恩惠能够发挥他的效能 使得我们的生命 真正的充满天主的恩惠 我们看到新生命,我们也知道了 天主对待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充满着丰盛的果实 开发结果,为他的光有 充满着各种的德能 如同基督一样 能够在世间活出来 服务有效 做出伟大的事情 光荣天主 你要知道 就是走向成熟成圣的道路 那么这个道路呢 是一个得圣的道路 不是失败的 不是说今天我走了两步 站起来连着又倒 不是 得圣在得圣 就如同你会看到 这个现在的奥运 比如说我们中国那些人 你要知道他们训练的那个过程 得圣就在得圣不断的增加 当然不是说他们没有射手的地方 也有这么点的地方 可是呢 一直往前走 美内就进步 所以最后到了最高峰的时候 显出了什么呢 就是他的光有,他的生命 我们也就是这样 天主要我们做教友的生活 就是这样 一个得圣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 所以天主教友的这个生活 基督徒是一个得圣的 为什么 因为基督已经圣了 基督死而复活了 光荣了 在我们当中 我们也知道 他每一天都在我们内 要记住 圣神也在我们内 那么我们呢 要让他带领 要让他领导 所以基督是我们总司令 你到什么地方都能够怎么样 战胜就国土 争取就国土 为谁 为天主的光有 可是事实上 不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 没有充满丰盛的生命 没有那种 胜利 奋斗的得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 这个领生神喜 就如同当时候 宗族们怎么样体验人生一样 那么今天这个领生神喜 不是一个仪式而已 你要知道 是我们要去亲身领会到天主圣神 在我们心中所发挥的效能 当圣神在我们心中运作的时候 你就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那么现在 我们要知道 没有天主的 这一个圣神的帮助 没有一个人 可以做一个真正的教育的生活 没有 你要做一个真正教育的生活 你不能够 除非天主圣神帮助 因为天父 喜欢给我们这个圣神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 那 耶稣也讲过 你们祈求会给你 你们找 会找到 你们教会给你开 他说 你们做父母的 哪一个孩子向他 要求一个鸡蛋 给他一个石头 没有 哪一个孩子向他 要求一个饼 给他一个石 没有 就是你们做父母 他说 这样不完美 会给孩子最好的 他是何况是你在天真父 多么渴望给我们最好的 就是 他的圣神 所以我要求的 不是这些物质 这些东西而已 就是要求他 给我们最好的 就是他自己的神 丰盛的生命 因为你有了 天主的圣灵的时候 其他一切都给了 所以这个圣神 是天主圣父的恩惠 那么现在 我们要领会 要领天主的圣神 一定怎么样呢 按照天主的条件 天主放下了这些 基本的原则 基本的条件 我们照做去做 他就会给我们 很简单 你照这样做 我就重视我的话 我就试给你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当然你得不到 得不到的时候不要怨我 我不公平 就是因为 你 不照做我的旨 那么天主的条件 是什么呢 分为两步 第一步 我们已经做了 我相信你们 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第一个 不读录 告诉所有的信众的 一个悔改 你们做悔改了没有 听了道理三十个了 我相信你们做了 是不是 听了道理 反省了 知道了 那么你们悔改 是什么 去接罪过 忏悔这些罪过 纠正你们的方向 去接所有的迷信 昨天呢 你们看那几个做工的 建筑的仆人兄弟 很辛苦 做什么 over time 没有钱的 你知道吗 over time 饭都没有吃 因为你们给他们 太多工作了 开始的时候 你们以为 很小的事情 可是呢 你当你发现的时候 不是那么小的事情 就在我们身上中 很多东西 阻挡我们 接受天主的恩赐 所以主要怎么样呢 要铲除 要洗 要割 要什么东西 要砍 要刷 很痛的 那么现在呢 我也看了 你忏悔的时候 我们做了 我们还要 怎么样呢 就是 宽恕 有的人 也是知道 你们自己 有的 有很多的 这个阻碍 就是一生 都没有体验到平安 没有体验到幸福 就是因为 不能够宽恕 里面有一个癌症 可是天主给了 这个恩宠 你来了 你发现了 你现在怎么样 知道天主的 质疑 给恩宠 你能够宽恕 就是把这个重担卸下 拿走了 这个癌症 还有呢 天主 要给我们这个恩惠 他要我们有一个 赐子的心 就是有那个信仰 相信他 渴望 他是我们的师父 要给我们的一切 另外一方面呢 很重要的 就是 祈祷和守栽 我相信这边呢 你们也许 了解的话 你们就知道 守栽 不是指什么东西 我不吃的东西 就是做一些刻苦 内心的刻苦 内心的刻苦